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2年4月20号星期日 那么我把这个上周啊 整个这个行情啊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那么在整个的在上周啊 从周一到周五这五个交易日 大盘呢围绕3100一点 整数大关呢反复啊 在这个地方震荡 那我们看到就是 基本上是说这个位置 应该是一个心理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 整个在这五个交易当中啊 我们看到这些热点题材啊 一个是医药啊 医药里面的新冠药 免疫这个生物疫苗 新冠检测啊 这样一些题材呢 反复活跃啊 走势呢也是相对比较强劲 那么另外一个题材呢 就是大科技板块 里面有芯片啊 有这个性创啊 然后又像其他的像这个 操作系统啊 像元宇宙啊 然后像web3啊 第三代互联网 然后呢 比如说像数字 数字人民币概念啊 走的都比较不错啊 那么然后就是说 李电池啊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啊 也有不错的啊 这个局部的表现 那么券商呢 也是啊 突然涨了一天啊 大涨一天 然后呢 开始呢 局部的休整 那接下来啊 我们说从明天开始 又将进入新的一周 那么在这周当中 该如何表现 股指本身啊 我跟大家反复强调 没有问题 中期继续向上 上周啊 整个五个小月日 虽然在3100点上下震荡 但是呢 万变不离其中啊 那么我们看到之前呢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底部已经反弹了一波 反弹完这一波之后呢 后面开始洗盘啊 那么预计啊 本周呢 将继续上工啊 然后呢 接下来的这周 我认为啊 收这个中央线的概率 还是偏大的 为什么说 依旧啊 看涨呢 接下来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盘面啊 看一下这个 股指 那这张图表啊 给大家呢 反复强调 我说 周K线的这个 大的结构上 大盘呢 是 尤其是在 两周前啊 已经见到 第二个大底 年类的大底 第一个大底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今年的4月30号 那个啊 那个最低点 2863年 那么第二个底部 是略为抬高的底部 那么可以这样认为啊 就是未来 可能会有较长的一段时间 那大盘呢 就是围绕着这两个底部的啊 这个连线 在主步向上 那么这次呢 反弹啊 尤其是到 刚刚啊 过去的这周啊 今天今天是周日嘛 对吧 从上周一到 到昨天是周六啊 周五这个阶段 那么周K线收了一个 高位的十字星 所以这个十字星的 这个意味啊 也非常明显 就是这个地方 它多空双方 注意平衡 那接下来是怎么样 局部震荡啊 局部震荡 震荡之后呢 继续上弓 继续上弓 还是它的一个主线啊 因为一会儿 我会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说 大盘继续上弓啊 那么从周线的角度 我们说大底已经确立 那么两个底部 是吧 一个是 这个位置有一个啊 然后我们说 四月底啊 这一个地方有一个 对吧 这是年内最重要的两个底部 那么很显然后四江走是吗 就是大双底啊 大双底形态 现在看的话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出形了 而且呢 我们要一定要观察 就是后四呢 它要做一个右边这个底啊 右边这个底 那么一直到上方红色镜线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呢 局部看大双底形态 对吧 慢慢的将忽子欲除 所以呢 明天开始啊 那么后来这个交易 我认为局部可能还有啊 一到两个交易的震荡 震荡之后将继续加速上空啊 所以这样的概率非常大 那么从这个日线角度看呢 其实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我们说下方有个支撑位啊 大家看一下啊 日线角度 那这个就一目了然了 一目了然了 那我在这里面给大家放大 看的话啊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啊 看一下 很明显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局部的小双底 是吧 局部的小双底 怎么叫怎么看呢 就是这样啊 前面下来之后 反弹到进线位置 下来2885 继续反弹 突破之后回踩 那么在上周四是很明显啊 就是担真探底形态啊 上周五呢 出现这个像进线的回踩 预计明天呢 人将在进线附近进行休整 之后呢 会有一到两个机有交易的整骨 然后继续向上啊 所以整个局部来看 它也是一个典型的双底形态 所以说骨子本身啊 在这里面 大家完全可以把这个形放下来啊 那么重点在哪呢 就是骨子看涨逻辑在哪里 特别要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外汇市场啊 就是美业币人民币 离岸人民币这个 目前这个升值啊 升值的一个状况啊 那我们回到这个 这个图板当中啊 刚才呢 我没有切换画面啊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也可以啊 刚才我讲的说 大盘呢 我说回到什么呢 回到它这个日线级别啊 日线级别 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小双底啊 有个小双底 小双底其实呢 到目前来看呢 已经很明显啊 很明显是小双底 小双底呢就上面下来 是吧 上面下来之后 这个地方 过一个什么 小双底 然后上来 而且这个进线呢 刚好是前面的高点的位置 最近几个交易人出现回踩 震荡整股之后 继续向上啊 所以中期呢 是一路向上的 一路向上的过程当中呢 看好股指 本身是由外汇市场决定的 为什么是外汇市场决定的 就是人民币兑美元 它如果处于升值的阶段 那么埃古大盘将上涨 是吧 从2011年之后 这十多年当中 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规律 那我们看到是 人民币兑美元 一直贬值到 起快三毛五 就是美元兑人民币 一直到起快三毛七 最高点 然后呢 从这个位置 10月底 10月20几号 下来之后 那么这个阶段 大盘是什么 是反弹的 人民币呢 属于升值走势 从局部来看 我们看一下这个 整个美元兑人民币啊 从今年的四月份 散四月份开始 其实是走了一个 粉色的上升通道 人民币处于啊 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贬值周期 那么这个贬值周期呢 已经走了将近八个月 但是呢 我们看到 一直到摸到这个 粉红色通道的 扇儿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 人民币兑美元啊 应该是贬到头了 是吧 所以这开始呢 人民币走了 阶段性的升值 对吧 那尤其在上周啊 尤其是在上周的 星期二 星期三和星期四 那么这三个交易日呢 我们大盘的震荡的 相对比较厉害一点 比较 政府比较大一点 但是呢 我们同时也看到 局部来看 人民币兑美元 处于什么 再度贬值的状态 可是在上周五 这个地方 就非常明显了 我们看到是 刚好啊 上周五 在这又碰上 阻力位 这个阻力位 其实就是图中的 这根 深色的 这根线 这个趋势线 是跟那个 上下轨道 都是平行的 我是找了两个基准点 一个是这个位置 一个是这个位置 另外一个位置 是历史前 这个前低的位置 所以这两个位置呢 我们把它连一下 刚好是平行的 我们看到在上周五啊 美元对 离岸人民币 刚好打到了什么 打到了这个 深色的这个 趋势线的附近 这叫预阻回落 然后上周五啊 美元 对离岸人民币 一直跌到 7块1毛2 也就是说 这次呢 人民币将再度走 它的一个升值的 一个走势 升值的走势 那我在这里面 简单的就把图 给大家画一下 可能后续呢 会跌破这个 粉红色的 上行通道的下沿 那么这个地方 是什么 这代表人民币升值 升值 一路升值 刚好在上周五 是反弹了 三天之后 就是人民币 贬值了三天之后 大盘呢 出现调整 同样同步的调整了三天 然后这个地方呢 局部有个小反弹 就说人民币 有贬值了 那接下来 人民币 美元对人民币 这个数值 想继续什么 继续下滑 继续下滑的过程当中 那就是人民币 进行升值 升值的阶段 所以这个 从供业市场看的话 毫无疑问 我们 A股的大盘 三大股子 包括其他的一些 低估值蓝筹 人将继续上攻 人将继续上攻 所以美元兑人民币呢 又开始走入什么 一个贬值的状态 也就是说 人民币兑免 是升值 一定要把这个看清楚 就是这个数值呢 7.12是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 就相当于 一美元兑换多少 离岸人民币兑换7.12 但是接下来兑换的 越来越少 你一直到 7.0 或者是到6.5 一美元兑换6.5 或者6左右 那个就是属于大幅升值了 所以在整个升值过程当中 我们A股的三大股子 必定是看好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就不多讲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 关于汇率市场 再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里面的数据 很有意思 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全球指数 看看美元指数 我们在这里边呢 我们打到这个月线上 打到月线上 月线上就一目了然了 这里面我给大家绘制一根线 大家应该是能看清楚 我们把历史上 当年的198几年的那年最高点 当时美元指数是125 然后呢 到了这个次高点这个位置 大概是2000年年底左右 那个位置 又是一个高点 当时高点面临是12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在上个月最高美元指数 到达多少呢 到达115附近 那么这根压力线 是多少年的压力线呢 从这到这36年了 对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1986年啊 1986年最高的时候 美元指数到 曾经到120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126啊 然后120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 上个月是115 也就是说 美元指数到达了36年来的 所谓啊 这个重要的压力位啊 36年啊 36年 这个压力位可不一般啊 这个目前可以说是压力非常大啊 这都是重要历史上的重要压力关口 而且是在同一根的 这个压力线上 所以接下来美元指数将怎么走 还跟之前一样啊 你怎么上去的 再怎么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是之前到这啊 到126站 一路下行啊 那么这个阶段 我们看到是 其实当时我们的A股市场 是诞生于1991年啊 90年91年 但是从这可以看出来啊 在2000年之后 2005年啊 200 那个阶段呢 就是整个是我们A股 走了一个什么 走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啊 一波牛市 对吧 那么从尤其在2005年到2010年之间啊 这个阶段 那我们的A股的牛市就处于什么啊 这个阶段 而且正好是美元指数在走下行趋势的阶段 同样的局部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这些啊 美元指数处于局部的向下修正的时候 我们A股大盘呢 曾经也走出比较不错的一波反弹的 或者像样的啊 这个比如2014年那个杠杆牛啊 它也走出来一波行情 是吧 这就是最典型的 我们说 接下来美元指数又到这个位置 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 所以这个36年的压力线 接下来美元指数将再度下行啊 那么下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A股大盘啊 必然会在下行的这个周期当中 就是美元指数下行的周期当中 我们会走出啊 几年的非常不错的一个一波行情 这就是关于美元指数 因为美元指数 美元本身它的升值已到了极限 那么加息呢 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加息的力度 所以你不能不断的加息啊 哪有这样呢 是吧 那么不断的加息 对它也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从近期的这个 尤其是10月份啊 10月初 本月初的那次加息 实际上表态是后续可能会放缓 所以说在市场 当有预期拐点来临的时候 那么市场是率先做出反应的 也就是说美元指数知道这个地方 最强的这个措施已经出来了 对吧 那么后续将放缓 放缓的预期下面呢 美元指数必然会回落 回落的同时呢 我们说美元会相对于其他货币呢 是走一个再走一个贬值的过程 所以这个阶段呢 其他的货币市场啊 其他国家的股市就会受益 就会走上行走势 尤其是对A股来讲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这里面我就不做过多的阐述了 我们看到上周的话 还是什么 还是这些 主要是一个是医药啊 医药类的 像这个传染病啊 吼豆啊 肝炎啊 是吧 油温螺衰菌啊 然后包括新冠药 然后包括这个 其他的啊 一些像法治药呢 这一类啊 医药走得非常强啊 最近好多牛骨都处在医药骨上 那么关于医药这一块 我在几个月啊 应该到现在也就三个多月了吧 很早就提示过大家 我说医药必然会走出一步 非常不错的行情 大消费 我是非常看好医药的 同样呢 这里面 我们说家电现在还在什么 还在底部啊 家用电器 我这里面敲一下家用电器啊 就是关于家用电器 家用电器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的板块指数啊 板块指数 一目了然啊 这个里边呢 还在底部啊 家用电器 毕竟休整的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啊 从这个2021年 年初以来到现在 那我们看到整个家用电器 其实在什么 在历史的底部 现在呢 我们如果看看它的估值啊 整个家用电器 它的一个市盈率 现在只有多少呢 不到15倍啊 14.9倍左右 板块市盈率 2.5倍啊 那么整个来说说 家用电器 现在就在历史估值的底部啊 所以价值呢 从被充分被低估啊 所以说大消费 我们说除了医药之外 旅游 家电啊 当然旅游已经走一步啊 就是前期的表现的相对要比其他的吧 或者强一点 那么家用电器也是很重要 就是接下来我们重点 在大消费关注一个热点 那么还有一块 除此之外就是 医药啊 医药能不能持续 我认为说 医药现在 追高还得要谨慎啊 就是说整个行情走了 百分之三五十了啊 涨了这么多了 那必然会有一些 短线资金去 获利高抛啊 这个没办法的是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行 市场就是说不断的 主力资金在雄枣挖地啊 估值挖地 然后突然间拉一把 前一个阶段 我们看到这个金融股啊 银行也好 保险也好 尤其是券商 特别是说券商 券商呢 狠狠地涨了一波啊 那个整个的走势呢 还是 那个反弹呢 还是比较强啊 我一直在跟大家说 我说这个券商啊 就是历史估值的大底部啊 那么尤其是从去年 我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记得就开始讲 2018年 然后这个位置啊 这些位置我都说过啊 虽然你看到 从这个 呃 1400啊 1400多一点 最下面就1100是吧 整个其实的跌幅的很窄了 那目前的券商 市营率呢 动态的是不到20倍啊 然后呢 百货市境率 接近1啊 最便宜的时候 依然是最便宜 所以后续呢 如果说股子上涨 那必然是要有券商的功劳 第一时间呢 券商一般来讲 就是要不就互盘啊 要不就是走自己行情 近期呢 这个走势非常强啊 从底部起来以后 这个整个这个是跳空的啊 有一次是跳空的 在这个位置啊 走得非常强 所以接下来我们说 局部来看呢 券商的形态走得比较漂亮 那就典型的一个什么 小双底啊 双底 对吧 双底 那么这个是什么 就是近线 那么即便你后市回踩 也是到近线踩一脚 摸一下 后面呢 还是以正大上行为主 所以整个券商呢 现在在估值的底 应该在市场的一个底部区间 后续呢 人将是带动骨子上行的 主线之一 那接下来啊 其他方面就 呃 我认为还得要什么 大家还得要注意 把会儿切换啊 那么上周走得比 相对比较弱的 这些个题材 那么本周可能将再度啊 从始绳势 上周走得强的 那本周你要注意啊 可能会相对会什么 会有啊 这个 向下啊 短线向下的一个回踩 必然是这样啊 现在就正来正去 就这么一个走势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呃 题材的这个板块指数啊 这个的这个走势 确实是 从周线的角度看啊 如果你连续上行就要注意了 比如说这里面讲到软件服务 这个行业指数啊 你性创也好 软件也好 包括元宇宙啊 web3啊 对吧 能不能再持续呢 我认为够呛啊 那个周快线已经拉出是六连阳 啊 六根周线 连续阳线 那接下来 必然有根阴线去奉陪的 所以说下周呢 整体上来说 还是什么 还是 一个 结构化的啊 这么一个反弹 就股指本身 它没有新低了 对吧 未来的这个 呃 一年当中啊 比如说这个 大盘呢 会 假定啊 它会走到四千点 这个四千点的性质是什么 比如说你涨到三千五以上 那可能完全不是提财的事儿 那就是后面留五百个点是谁呢 就是低估值蓝筹啊 走五百个点的指数行情 那可能会跟 跟百分之八十的个股是没有关系的 那百分之八十的个股 就雷同于 二零一八年年初到一月底的那段时间 呃 我们当时看到啊 这个大盘呢 是呃 上涨了呃 三百多个点 我记得是多少 三百个点左右 是吧 但是呢 个股下跌是多少 超过百分之九五 九十五的股票都在下跌 而且跌得非常的狠 那个跟指数可一点关系没有 大家不要啊 总指望说 大盘走牛 我才卖股票 那你完全搞错了 完全搞错了 所以说未来的牛市是什么 我还是上次给大家分享的 说牛市跟你的个股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刚看大盘呢 肯定是毫无一 啊 毫无质疑 那是一波大牛市 但是你的股票 一般来讲很难说是牛市 所以我们的市场 啊 我们说从这两年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所以很多朋友啊 尤其是 呃 在这个市场上啊 玩了将近有二十年的啊 这个老资格的朋友 还把这个惯性思维啊 呃 还坚持这个思维 那你就可能会犯错误 而我们说原来呢 就二零零七年 零八年 包括二零零九年啊 啊 二零零零七年之前 往往是大盘一涨啊 所有的股票 那可能都要上涨 牛市来的时候 不管是啊 这个 垃圾股 或极刹股 还是什么 既有股 那就同步的大涨啊 都是同步上涨 以后永远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 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呢 上市公司的数量 达到了四千九百多只 那么将来可能说 主力资金啊 他真正的在用作的啊 就是最为主线机会在做的 其实是一两千只了不得了 啊 这个了不得了啊 那可能这些上涨 其他的根本就不带动了 可能会走一个单边的牛市 他根本不管指数怎么走 他完全走自己的行情 就自己的业绩不行 你就得一路向下 是吧 呃 那你的股票可能是走了熊市了啊 你刚看了指数一天 一天在涨 可是呢 股票没有选好啊 这就是一个麻烦事儿啊 所以说这这个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思维扭转过来 这几年也一样啊 我们看大盘的围绕着三千点啊 上下震荡 最底下面是两千四百四十点 上方三千七百点 上下平均五百个点啊 在这儿逛有啊 六百个 六百个点吧 以三千点为基准 那么整个这个六百个点当中啊 到底赚没赚钱 我想这里面就就就就有有说法了啊 你不是说我随便买一只 我从二十四零买完 我现在就就犯多倍了 不可能 还有的股票是一路下跌的 到现在 中间又退市又退了不少 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 就现在市场性质完全发生了变化 主力资金呢 当前呢就是围绕 一个是价值面 那么围绕着基本面 是吧 在做 还有就围绕政策 围绕热点 那么炒热点 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的快啊 上去之后马上又下来 是吧 一波一波的 所以说 今后的一到两年当中 股指可能 永远不会再建到啊 所谓两千八百点啊 那么两千五百点 那个更谈不上 可能重心逐步抬高 对吧 到2004年某个节点 会加速向上 那么这个阶段 你的股票怎么样啊 那个时候是另当别论了 所以选股呢 非常重要啊 别的方面就不多聊了 那么接下来啊 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 分享一个 我的这个 一个 当时给大家 这个承诺的啊 就是说 分享一下 所谓十大 什么呢 十大这个龙头股啊 就是分享各个行业的 细分龙头 接下来我们回到 画面啊 马上给大家调出来啊 稍等一下啊 那么这里边呢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啊 就是关于5G的 5G的这些龙头 到底有什么 因为5G呢 这个板块啊 最近的一个表现 我们看到也是 有的开始动了啊 有的也也非常不错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些图中 图表当中列的 这十支标的 就是5G行业的 细分龙头股 那么这里面 基本上都涵盖了 基本上都涵盖了 而且我这是 下了一定的经历啊 认真的 精挑细选的 业绩本身都非常不错啊 那么首先呢 是谁呢 是中心通讯 是5G基站的龙头 价值平方 57分啊 然后是这个 麦杰科技啊 麦杰科技 麦杰科技呢 是射频模块龙头啊 就是5G的 产业链当中的啊 那么另外就是 5G的这个行业 所用的光纤 光来的龙头 是长飞光纤 601869 光通信设备的龙头 是风火通信 600498 光模块的龙头 中继续创 然后是手机天线的龙头 性微通信 大家都可以记一下啊 5G模组龙头 是广和通 广和通 5G服务器龙头 是浪潮信息 因为浪潮信息 作为国产服务器的 也是国产服务器的龙头 它不刚是用在5G当中啊 数据中心啊 它东速虚散这些项目啊 浪潮信息 它的服务器 被采购的这个机会 市场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那么然后是什么 5G危机站的龙头 叫什么 叫新网瑞杰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 5G的网络规划龙头 叫横石科技 300513 大家注意一下 这十支啊 5G行业的细分的龙头股 在这里面啊 送给大家 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啊 仅供参考啊 仅供参考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儿啊 就祝大家呀 在下周取得不错的成绩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 好了 今天的这个分享呢 就到这儿 谢谢各位 祝大家晚安 我们下周取得不错的成绩啊